大家好,我是Tiffan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消暑、清熱、養陰、養血的湯水 就是節瓜蠔豉日月雨湯 先看看今天的材料有什麼 材料有瘦肉、節瓜 節瓜有清熱、消暑、解毒、利尿、燒中等功效 接著有江蠔豉 江蠔豉有清熱、解毒、徐心、滋陰、養血、補悟狀的功效 適合體虛、陰虛內熱、失眠、心神不安的患者 如果有更年期的負率就最適合 接著還有日月雨 日月雨有明目、補腎、養顏的功效 如果有陰虛內熱、手足心熱的患者 就最適合了 如果女士有月經或白帶過多 也很適合的 接著還有瘦實 瘦實有什麼功效呢 具有益腎固症、補皮止射、脅濕子帶的功效 還有開邊雙連 開邊雙連的功效 具有補中益氣、養心益腎、鎮靜安神 還有健脾養胎的功效 最後就是蜜組 蜜組有什麼功效呢 具有保抑脾胃、潤肺除痰、滋養陰血、養心安神 和緩和藥性的功效 以上所有材料 基本上在街市或藥材店都可以買得到 我們再看看材料的份量 我們先來看看 材料有節瓜三條 江蠔豉十二隻 日月魚一閘 磁實五十克 開邊雙連 五十克 蜜棗三粒 水三至四公升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這個湯了 好 首先呢 我們就將一些磁實 再開邊雙連 一起洗乾淨 然後呢 我們就加入清水 浸它十五分鐘 然後呢 我們將乾蠔豉 然後呢 再日月魚呢 都一起洗乾淨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加入清水 因為這個日月魚和呢 江蠔豉呢 就需要時間去浸 所以要浸半個小時的 蜜棗呢 我們洗乾淨之後備用啦 那瘦肉呢 我們先洗乾淨 那一陣子呢 我會安排出水啦 那折瓜呢 我們也是先洗乾淨啦 那一陣子呢 我們會安排去刨皮啦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那折瓜呢 我們就不需要用刨皮啦 那其實用刀呢 一把小刀呢 刮它呢 就可以刮皮了 嚥啦 那切子刮啦 那もう一把 Hurricane nude 避免煲湯的时候,如果煮得小,就会烂烂 瘦肉,凉水落水 瘦肉汲完水后,我们用清水冲净,然后备用 材料准备好了,就可以逐一放入汤煲里面 然后加入清水,然后盖盖煲2小时 因为我这个电子汤煲,如果大家用明火煲湯的话 记得先用大火煮10分钟,然后转小火煲2小时就可以了 那今次这个浙瓜豪豉日雨汤就煲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影片的话,就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再见,拜拜